不同意罢免沈浩江总经理职务的 请举手 我齐全 当然可以 还有举手的吗 那好 在座除去我总共八位股东 三票对四票 一目了然 毛哥 做人不能认死理了 一条道走道黑 走到头可就没有路了 到时候可是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 你就是哭 也没有人来安慰你 那也不用你来安慰 这么跟您说吧 邦里集团迟早都是滑农公司的 到时候 您的股权能不能保得住不说 我估计连您那工作都保不住 您来到北京打拼了这么多年 可不想竹篮打水一场空吧 就不怕你们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啊 毛经理 事到如今实不相瞒 大局已定 你是想升官发财呢 还是想被扫地出门呢 你考虑好了 不行 我告诉你们啊 这个事你们谁都不许跟着颤护 当初王董事长在的时候 对我很信任他 如今换了沈董事长 更多的一份敬重 现在公司正处在危难之际 我不能做出对不起他们的事来 爸 事到如今 我也不怕您受打击 就我那饭店 前天有几个小混混去闹事 昨天玻璃又被人砸了 您再这么固执下去啊 明天我们的饭店哪 就要关门大吉了 谁说不是呢 您外孙女这两天放学回来 总有几个不三不四的人跟踪他 搞得他现在连学都不敢上了 您怕晚节不保 您就不怕您外孙女 也出什么意外啊 我告诉您 他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也不想活了 你们就不会报警啊 我就不信了 他们再嚣张 还能无法无天了 怎么没报警啊 那警察也不是咱们家的 总不能二十四小时 在我那饭店守着吧 那警察一来 他们就走 警察走 他们又来了 这谁能受得了啊 就是 那派出所 也不能给你外孙女当保镖啊 老头子 我一直没敢跟你说啊 我怕你担心 今天我买菜回来啊 就看几个小年轻的 在家门口鬼鬼祟祟的 不知道想干啥 我看 你就别死撑子了 在我两年退休了 我们知道 又想留个好名声 可是老话说得好 平安是福 咱们只要平平安安 比啥都强啊 是啊 爸 我不是 你这都没关系 财富总监老蒋 已经答应把股份给转让出来了 很好 爸 那个毛经理 跟张总公司也答应签合同了 不过我刚刚得到消息 孔副总跟人事部的刘经理 已经把股份转让给了沈浩晓 我们得抓紧时间 和这几个人签合同 免得夜长梦多 既然已经有两个股东 把股权转让给沈浩强了 那我们一时半会儿 还是得不到 邦里剧团的控股权呢 这三个人的合同 先不要签了 不签合同 您什么意思 沈浩强坐在总经理的 位置上这么久 也该换换别人来坐了 爸 您是想召开股东大会 罢免沈浩强总经理的职务 为什么不可以啊 我们现在的股权 已经超过的沈浩强了 都到齐了啊 不好意思 有点堵车 既然股东们都到齐了 那会议可以开始了 这次股东大会 是你们提议召开的 什么内容你们说说吧 各位股东 在沈浩强任职期间 由于他好高务员 刚愎自用 做出了很多错误的决定 导致公司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所以说 为了公司的利益 和长远发展考虑 作为最大的股东 我提议 罢免沈浩强总经理的职务 罢免沈浩强总经理的职务 表决 不管结果如何 及时生效 浩尚 你说董事长 玩忽职守 刚愎自用 是公司利益受到重大损失 请问你有证据吗 蒋总监 你对于咱们公司的财务状况 再清楚不过了 沈浩强上任以来 咱们的创收是增了还是减了 说实话 公司是没赢你 都无话可说了吧 要不沈浩强你说两句 首先我想说的是 做人做事 一定要有道德的底线 我承认你 我在职期间 公司没有太多的盈利 但是什么人 在阻碍公司的发展 大家心里都很清楚 开源和节流 可持续发展 一定是开源的 所以我更看重的是 公司长远的发展 而不是短期的一个收益 更何况 公司目前在做的两个项目 已经走上正轨 很快会见到巨大的经济效益 这一点 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 最后我想说的是 人与人之间 最重要的是信任 王董事长 生前对我十分信任 所以我对我们公司 忠心耿耿 那么现在 我想用我对你们的信任 来换取 你们对我们的信任 沈浩翔啊 打感情牌呢 说这些有什么用呢 这是一家公司 当然就要与公司的章程 进行决策 对此各位没有意义吧 那好 既然各位没有意义 那就开始吧 简单点 举手表决 为了不让我们的沈总比较难堪 我看这样吧 不同意罢免沈浩翔总经理职务的 请举手 我齐全 当然可以 还有举手的吗 那好 在座 除去我总共八位股东 三票对四票 一目了然 根据公司的章程 下面我宣布 我们将罢免沈浩翔 总经理的车 是吗 江总 现在是四票对四票 按照公司的章程 这次会议的决议 是不是无法通过 宣布不效 是吗 毛经理 没想到你还留一手 咱们等着瞧 沈浩翔 算你走运 这次不行还有下一次 机会多的是 我保证你不会再有这种运气 随时奉陪 对 没问题 我们做到一个